今天继续大家讲述《超能警探》第八章的精彩剧情 上一章我们说到,有这么一个杀人犯,专挑社会败类下手 而且还拥有超能力,能清除别人的记忆 警方抓了他两次,结果都因证据不足给放了 时间来到29年前,陈才奎被关在病房里 砖头突然掉了一块,他透过缝隙和隔壁对视 隔壁把手伸过来抓他,把他吓了一跳 他突然惊醒,刚才是做梦还是回忆呢 这个时候的他还和邻居妈商活在一起 邻居妈好像知道他身上发生的事,还安慰他要坚强一点 但邻居妈对他的好都是假象 他是富二代,父亲给他留了三百亿的遗产 邻居妈对他百般照顾都是为了钱 早上给他做了早饭,他还没吃,狗狗就吃了 他出去买戒指和项链,回来后狗狗死了 送到医院抢救 医生说是吃了老鼠药 难道是邻居妈在饭菜里下了药 本来他不信 可第二天他把饭菜送给隔壁的鸡 然后鸡也死了 天哪,居然想谋杀亲夫 陈财奎的愤怒达到极致 这时手上有八的人出现 手里还握着锤子 看来手上有八的人才是真凶 而且一直在陈财奎身边徘徊 后来陈财奎在传呼机里放了监听器 然后开始跟踪邻居妈 原来邻居妈在外面有人 而且还欠下了巨额赌债 怪不得起了这谋财害命的心思 他不光要杀陈财奎 还要灭自己女儿 因为陈财奎意思 女儿也会分道财产 只有两人都死了 财产才能全部归他 本来也是个至善之人 却突然受到了刺激 陈财奎承认自己是执行者 从99年开始杀了不少人 不过最近的几个案子和他无关 另一边 东博找到了手上有八的人 不过这人精神状态有问题 不像是有超能力的人 东博决定进行记忆探知 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 这时陈财奎告诉善美 想对付橡皮擦 就得先怀疑自己的记忆 这是啥意思 是什么都不能相信的意思吗 橡皮擦是对那个能抹去记忆的人的称呼 另一边 东博一无所获 手上有八的人被抹去记忆 这个人就是自相残杀事件的受害者 但是关于那次事件警方没任何记录 想查都不知道该从哪下手 东博有个主意 去医院查 警方没有案件记录 医院肯定有治疗记录 这次果然查到点东西 竟然还有个幸存者 只受了点轻伤 而幸存者就是邻居女 他们立刻去找邻居女 但邻居女对自相残杀的是没一点记忆 东博开始读取她的记忆 结果却一无所获 不是被橡皮擦删除了记忆 而是因为当时的她是昏迷状态 善美把东博拉到一旁 本来想探讨一下接下来的调查方向 结果却在邻居小孩的画上发现了橡皮擦 东博赶忙探知邻居小孩的记忆 原来和陈财奎比试那晚 橡皮擦就躲在下水道 东博和善美立刻去现场查看 下面竟然是个密道 而橡皮擦就躲在这里 揭开面具一看 竟然是邻居男 东博开始探知记忆 还是一无所获 被橡皮擦删除的一干二净 这个橡皮擦是个高人 只留下了一个杀人预告 五天内会出现第三名受害者 东博决定主动出击 通过媒体公开案件 用舆论打压橡皮擦 李次长觉得这样不妥 公开案件可以 别公开是超能力案件 不然会引起恐慌 造成大规模骚乱 这也是上头的意思 扇梅有个条件 让东博加入特搜部 对付超能力犯罪需要超能力协助 李次长没意见 扇梅开始组建队伍 东博的加入在情理之中 但陈财奎的加入就有点意外了 接下来是做作战时间 东博的计划是引蛇出动 假装押送陈财奎 然后以突发状况为由 让特战队撤退 这样一来 护送队伍的防守就比较薄弱了 但橡皮擦没有上钩 陈财奎平安抵达法院 然而 接受审判时却发生变故 林蒂检长拼命辩护 陈财奎却大方地认罪 还说自己状态没有问题 林蒂检长让他好好配合 他说下一个死的就是林蒂检长 说完就咬了林蒂检长一口 然后抽出笔 把林蒂检长当作人质 可谁都没想到 陈财奎不是要杀林蒂检长 是要自杀 他立刻被送去急救 扇美怕橡皮擦趁虚而入 清空了医院的一层楼 进行严格管控 晚上监控率先失去作用 对讲机也没了信号 扇美立刻下达指令 全部去病房集合 班长和搭档守在病房 扇美让两人立刻转移位置 已经有警员遭到攻击 其他人被困在楼梯上 班长和搭档被彻底孤立 好在东伯早有安排 周围都是特战队的人 而且陈财奎也被调包了 躺在病床上的人是东伯 这都是给橡皮擦下的套 所有人都紧张万分 等着橡皮擦的到来 门终于开了 可惜来的并不是橡皮擦 而是邻居女 东伯立刻探知记忆 邻居女士被人叫来的 有人告诉她 陈财奎快死了 橡皮擦果然不好对付 这时扇美那边突然断电 陈财奎仿佛明白了什么 赶忙向扇美道歉 为伤害扇美父亲的是道歉 虽说现在不是道歉的时候 但她不这么做的话就没机会了 因为身后的特战队员 就是橡皮擦 还好她发现了及时 没让橡皮擦得逞 扇美一枪击中橡皮擦 但紧接着就中了闪光弹 橡皮擦把枪对准扇美 千军一发之际 陈财奎上前阻拦 扇美有所犹豫 开枪的话 陈财奎也会死 机会稍纵即逝 橡皮擦跑了 东伯及时赶到天台 终于和橡皮擦面对面了 橡皮擦翻身下楼 东伯一枪击中 但这橡皮擦竟然不怕枪 又站了起来 什么鬼 金刚不坏之身吗 等东伯赶到楼下时 人已经消失 而陈财奎成了这场对决的牺牲品 媒体对此大肆报道 嫌疑人在警方的保护下遇害 舆论持续发酵 警方持续发酵 于简趁虚而入 准备用这件事打压警方 说不定还能借此机会再升一次职 有李次长在 他休想得逞 毕竟他上次针对东伯 导致一林遇害 真追究起来 他也不会好过 李次长给他两个选择 要么乖乖回去 要么硬碰硬 来个两败俱伤 于简怂了 他选择乖乖回去 搞定了于简就该扇美了 闹出这么大的事 扇美这个指挥官的责任最大 李次长也不为难他 主动辞职就行 与此同时 橡皮擦正在治疗伤口 他不是不怕枪 而是没打在要害上 另一边 扇美回家一看 东伯竟然在这 虽然这次作战失败 但两人没想过放弃 迄今为止 橡皮擦杀的都是大恶人 只有那次自相残杀事件例外 那次事件肯定和橡皮擦的经历有关 其实扇美也有线索 陈财奎临死前说过一句话 橡皮擦就隐藏在东伯的过去 扇美本以为指的是东伯而食的记忆 但仔细想想好像并不是 东伯母亲遇害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没必要拿出来说 应该指的是比较容易忽略的记忆 记忆这东西不好找 还是先从自相残杀入手 当年死了七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不可能一点痕迹不留 班长和搭档查到点东西 负责那起案件的是派出所签组长 几人去找签组长了解情况 可没想到被橡皮擦抢新一步 签组长遭遇事故 失去了儿子 也失去记忆 东伯探知他的记忆 确实是橡皮擦干的 但这个签组长还算可以 扯掉了橡皮擦的一个纽扣 善美见过这种花纹 是消防队的 难道橡皮擦隐藏在消防队里 去消防队问了一下 原来是纪念符上的纽扣 再值二十年以上才能获得纪念符 看来 橡皮擦还是个老员工 这里一共有九人达到要求 厨具女性还有六人 这时老前辈想起一件事 自相残杀事故发生后 警方比他们消防队先一步到达现场 不过只有一名警察 而且什么都没做就跑了 要知道当时只有消防队接到举报 警方那边是没任何记录的 难道橡皮擦隐藏在警方内部 那纽扣又怎么解释呢 当年目击到那名警察的人叫老卢 就在拥有纪念符的九人之中 而他的纪念符也恰巧丢了 联想到橡皮擦的杀人模式 纽扣很可能只是影子 把他们引到这里 老卢不是橡皮擦 而是下一个遇害的人 此时老卢正在现场救援 橡皮擦找上门了 老卢应声倒地 东博冲进去 把老卢救了出来 然后跟着老卢上了救护车 想探知老卢的记忆 看看橡皮擦到底是谁 可惜没看到脸 只看到又胳膊上有伤口 东博刚才状态不好 强行使用超能力 让自己陷入了昏迷 而此时橡皮擦终于露出真容 居然是警方高层李次长 下集中 东博通过多方查找 发现了李次长的身份 然而在此时 却被李次长告知 自己曾经竟然杀害了七个人 东博震惊了 扇梅也迷茫了 事情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精彩的对决 敬请期待吧 好了 本章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 今天的视频